你是独生子女吗?我们家就我一个孩子 有的人说一个孩子还挺孤单的 其实从小到大我真的并没有感觉很孤单 反而感觉挺好的 今天我们就聊一聊哪些特征 一眼就能被看出你是独生子女 第一,吃东西的时候会把好吃的留到最后来吃 第二,不要单纯 因为没有兄弟姐妹争宠嘛 所以竞争意识不强,没什么心机 第三,喜欢特立独行 非独生子女的点赞习惯是直接点小信心 独生子女他一定会双击屏幕 第四,爸妈做什么饭取决于他想吃什么 第五,吃自助餐的时候 独生子女会习惯的只拿自己的 而非独生子女就会经常的拿回多份食物 或者每拿一样就会问一下别人你要不要 第六,以为别人都是独生子女 一旦发现别人是非独生子女就会非常惊讶 第七,分不清表亲和堂亲的关系 无论堂哥表姐统称为我哥我姐 但是在他们眼中呢,都是亲兄弟姐妹 第八,有一点薄情 会躲闪突如其来的热情 不喜欢别人过分关心和照顾自己 第九,习惯独来独往 小学的同学到了初中就散了 高中的朋友上大学感情就淡了 毕业之后呢,大学室友也很少联系了 第十,独生子女很少问别人家几个孩子 会主动问这个问题的一般都是非独生子女 第十一,独生子女呢,说起爸妈 一定会称呼我爸我妈 但非独生子女就可能会说咱爸咱妈 第十二,只要饭桌上有鸡 那么他的碗里一定会有一个鸡腿 或者呢,他喜欢的某个部位 第十三,独生子女有的时候呢 觉得有弟弟妹妹真好 可以随便使唤他 但是非独生子女明白 肯定是使唤不动的 搞不好呢,还会被使唤 其实呢,不管是独生子女还是非独生子女 在父母的眼中啊,都是独一无二的宝贝 那么对于独生子女的特征 你觉得还有什么补充吗 评论区交流一下吧